是你毀了我素贾的大好基业 大好基业 你要是早听我的从了北宁神王成了神王妃 我们苏家何以落得现在苟延残喘 尿燃鼻息的地理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在你的眼里 我的作用就是与人联姻 苏贾带人意的工具是吗 不理 身为苏家的 这是你英镜的责任和义务 懂吗 都别说 爸 你看看 我就是让你在国外好好的修养 小米非得把你折腾回国 不过 不过您既然回来了 趁着还有口气 您赶紧立个遗嘱 把资产都给我们云城 省得有些人连横外人 寄予我们苏家的财产 妈 你在胡说什么 是啊爷爷 我可是您唯一的亲孙子 这财产不理应由我记住 可能便宜 爷爷 这遗嘱未经历 您要不方便添责的话 我们俩 这样吧 您要是不方便的话 爸 你干什么 原来你们火急火腰的赶过来 就是在做这种打算 你们这副嘴链 可真够让人家恶心的 你放开 云城本来就是苏家唯一的血脉 遗产给他那是吃饱了的事情 我让老爷子早早的遗产 我是为了断了你们这些人的面相 周青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就是想趁老爷子还在 靠我姐从我们苏家骗点钱是吧 我告诉你 我们苏家的钱你一分也拿不走 哈哈哈哈 骗你们苏家的钱 可笑 别说是苏氏集团现在剩不下多少资产 就算是苏氏集团全盛世纪 但我爷爷里也算不了什么 说的好听 你如果不是贪图我们苏家的财产 为什么把老爷子借回来 爸 你看到这些人嘴脸了吗 你赶紧按个手印 免得咱们苏家的财产落到别人手印 不好意思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已经请了鬼手一仙 管的就是老爷子 老爷子死不了 就更不要灭掉了 你说什么鬼手一仙 周青啊 就凭你这个费 也能请得起鬼手一仙 孙岐山 你来干什么 我若是不来 谁来揭穿你这虚伪的黄天 还请来鬼手一仙 可真是 我若是不来 口气倒是不下 你可知鬼手一仙每年只出手一次 而他今年已经出手过了 就算是北明神盲大人 也无法再次请他主持相助 原来如此的 孙少 我就说这个窝囊费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质 请他到鬼手一仙 孙少 你来的可算及时 不然我们就要被这个家伙给骗了 辛苦 他被林神王请不来鬼手一仙 那是他没关系 不过我一个电话 这鬼手一仙就会亲自命令 救治苏了 哼 是个什么东西 你敢在这里大奉决词 再敢对我师父出言不逊 绝不着 是 这位 是林海林 来是鬼手一仙的心团地 周青啊 你这是装逼 让他枪口上 就调光 还有 就算是警察阴死 又是我 只是你师父 可能没这里這些罢了 到这个时候你还在这装备 哦 这位是林神 他是专门过来给老爷子治病 林神义不至辛苦 来给我老爷子治病 十分感激 不妨 那我们抓点时间开始 站住 你不能给他治病 总庆 这里由你驶驶 赶紧滚开 你要是当乱老爷子救治的关键事 这个责任也承担了起来 清哥 要不让他试试吧 林神医他毕竟是鬼手神医的徒弟 医术肯定也是很高潮的 不行啊 四季神巨星暴走 他这次来心怀他业 混账 厉害人心 我也是看他随少的面子上 才破例外的救治 既然你们信不过我 那我走 没神医 清哥他没有恶意 还请您说嘴 请您一定要追踪我爷爷 住手 你在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一针下去 苏老爷可必死无疑 你可不得了眼睛 居然敢打扰我身材 你 哪来的老东西 敢动战干嘛 我说你这老东西从哪冒出来死 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知道就不搜大公团 躲出去 这医院的保佑都是干嘛的 什么人放弃了 我们乱来一身臭气 从哪来一起 你 咱们不用管这个老女干 他懂什么医术啊 咱们要还是赶紧就是老爷子啊 不足医术 林凯 你告诉孙许车 你旁边的这位 懂不懂 究竟啊 什么什么事你要参与一下 喜不喜我现在闹死你 还闹死的人是你 你打我走什么呀 不知道他是谁 就是我师父 归手你信 师父 动而不休 给你丢两个 师父 这怎么可能呢 你你你这会不会搞错了 不是说 鬼手一仙 一年已经出过手了吗 他所在生意 我说了呀 是我要求他了 你 如今啊 你真以为随便找一个老头过来糊弄啊 这是鬼手一仙了 真是要 混合 托儿不孝 一时悟着去托 托儿知错了 你还 你一处害人一目不齐图 是我孝党的不方 我不配做你的师父 让你做人言论一遍 从今往后 你便不再是独立了 师父 过而知错了 甘请您再给传一个机会 再给传一个机会 再给传一个机会 传一个机会 刘先生 不好意思 让您见到 先追我来的一时 才没有量成大错 一仙 请您一定要拒绝我爷爷 那是自然吗 有周先生想说 必人必将捷径 那就有劳一些了 ά 姚 树先生 素辣言词已经安然无恙 再过几日 这好了 那 那遗嘱就沒用了 這遗嘱 我看你們還是拿回去吧 畢竟是上好的指標 拿回去撒屁股 還是不錯的 爸 依我看要不您還是簽了吧 雖然現在病好了 但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萬一美風出城 夠了 媽 你就這麼盼著爺爺死 難道你忘了 蘇氏集團是爺爺一手成立 要是沒有爺爺 你們早都和西北峰去 你這是什麼態度 媽他閉嘴 還有你蘇雲臣 你這個指揮西蘇家寫的窝囊費 蘇家有多少資產多門給你賣 還想要爺爺的遺產 你不做夢 辛苦你 我趕出去 你兩位 蘇老爺子要靜點 爸 那我和 林辰葵天在那邊 走 還有你 是自己管 還是我趕緊走 周先生 我的任務我已經完成了 就先告辭了 有了一些了 經哥 你到底是誰 為什麼連一年只出手一次的 回首一仙都為你出聲 沒什麼 只是早年 為他尋得一束靈驗花 而為了表示感謝 答應 放肆重刺 好 好 我 幹什麼 趕緊給我坐下 事情 我今天說了 我這次回來 真的是跟他 我们都是董事长一手提拔出来的 自然为董事长马出师 之前苏氏集团全龙无首 如今董事长回来 我们总算可以安心了 那位董事长是要立 好 都坐下吧 一群混蛋 你之前是怎么大人的 季三 只要我还在一天 分不了天 孙岐善 教书苏是集团所有的股份和掌控权 我还可以让你准备的理解 你是教 还是不教 好 教 苏文田 你别得意 还有两天就是什么事 你们要是再跟着这个忠心纠缠就行 等到时候他被审判苏家所有的家人都毁着 到时候 还是一场空 怕咱们这么做可是把孙少彻底得罪了 如果我看 咱们不如把小小献给神王大人 只要神王大人一高 谁 我不在这段时间 也有你们不作卑微态度 这次我回来 要重振加风 耐你愁容的事情不要再讲 不然的话 我滚出去 你愿意接近苏家长女苏小小 意图把占苏氏集团产业据为己有 你 我知罪 就这 非我还期待了这么久 等了三点 结果 你就这点记得 只此一事便可定你死罪 来人 给我拿下猪枪 拖出去 陈江 鲍鱼 等一下 我可以给金哥作证 金哥从未哄骗鱼 从未贪图够我苏家分毫财产 苏小姐 看来 你真的是被这个家伙洗脑 蒙蔽了心智 不过 你放心 我只要拿下这个家伙 定能让你不正常 小小的话 不能当作仲词的话 那老夫的 总可以吧 周青 是我一早便定下了前序 和小小早有婚约 婚约在此 所以说周青也算得上我半个苏家 我苏家的产业 也有他一份 所以 他图抹我苏家财产 纯粹是只需物有 还请神王大人明鉴 就算是 他周青谋夺苏氏集团产业此时作罢 就凭他对本王不敬 敢顶撞手拿生死御令的御史 本王就能斩他 更何况 本王手中还掌握着他大量通敌卖国的证据 只是 姿势体大不方便透露 不方便透露 你是真的不方便透露 还是压根就没有 你这和把莫虚弱的罪名往我头上扣 有什么区别 大胆 汉王说你有罪你便有罪 休得你在这忽言乱语 忘记 本王定你之罪 乃是民心所向 你们来告诉他 周青 该不该死 该死 我还请神王大人立刻 周青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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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冷静一点 还是被冤枉 不是犯贼 小少别说 现在是群群激愤 周青 被千人所指 我們說什麼也沒應 搞不好我們蘇長也會牽連進去 那我們就這樣不給聽歌嗎 蘇小姐 你們現在懸崖樂夢還來著 可是 我只能把你們都當作叛逆 一變瓦下 不我不服 你長進心得罪那你也要拿出證據來 很好 蘇小姐 看來你是一兵刑 那 你怪我心狠 行 不就是要證據嗎 我這裡有 不就是要證據嗎 我這裡有 沈王大人 周青不是要證據嗎 那我們給他就是了 張重金 你是說 你有周青 攻敵叛國的證據 沈王大人 小人這兒有人證 能夠證明周青就是叛賊 雲燕 沈沈 還不快把你們掌握的情況 告知沈王大人 沈王大人 周青這個人渣 在我臨上無知的時候欺騙我的感情 勉勸我接近大下眾人 有家機密 這些年我一直擔心受怕 受周青脅迫 幸好遇見了沈王大人 還請沈王大人替我做主 不見如此 周青這個混蛋 他還好色無比 荒淫無毒 在知道我接觸在元燕家的時候 夜裡闖入我的房間 對我 對我 周青 混蛋 早知道你急受 沒想到你竟然幹出這路 事到如今 還有什麼話說 還請沈王大人出手 為民除害 周青這樣的人渣白淚 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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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青 事已至此 你還不認罪 你若現在跪下認罪 我便將你打入地牢 囚禁終生 但 好你一命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你們還真是無恥 連自己的清白和聲譽都不要 我從未見過像你們這般不要我的人 欠犯 實名舉報算哪門欠犯 小王大人 這些是周青這些年讓我找到國家機密的人員名單和資料 過目 周青 人證物證俱在 你還要狡編 造的還挺像那麼回事嗎 李玉燕 你為了陷害我 竟然能做到這種程 還真是尚費苦心啊 看來你是真想讓我死 不過這樣也好 從今以後 我也不用再念及你的舊情 只是希望你以後 不要後悔 後悔 後悔 我倒要看看今天後悔的是誰 啊 不好意思 我忘了 你沒機會後悔了 以為今天就要死了 還跟這個叛國逆賊廢話什麼呀 來人 為神王大人把這個逆賊拿下 為大廈活無盡 周青 我看今天誰還救得了你 我看今天誰還救得了你 新文終去 一 誰敢動周先生一下 便是與我青門為敵 青門中門徒 備戰 世上 正在看 最後呢 這這怎麼辦呀 怎麼辦 趙殺不誤 周青 青門想要好下周青 就派了你們這兩個貨客 為你太不把本王放在眼裡了 緋迷 誰我問找死 哎 哎哈哈月佑 本王是给你脸 啊 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敢在本王面前放 上年 是本王心情好 少你一条狗命 人当本王怕你本王想要杀你 如同碾死一只蚂蚁 混账 这也不可回来 龙椅之辈 还妄想 你 我这么想 没什么事 需要一段时间 最近的其实这么多 他们两个如果是你的 那你可以速度就行 因为 咱们两个与董王来说不过是土鸡娃 本王 不守 即可灭杀一片 神王大人为我 神王大人武功盖世天下无数 小小的清门也就敢在我们 突然面前嚣张 真遇到了神王大人 还不是被打的 连个屁都不敢放 神王大人你好帅 人就都要爱上你了呢 苏小姐 你也看不 本王与这个废物的差距到底有多 他所谓的依仗 在本王看来什么都不是 周青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依仗尽管使出来 本王让你输的 不知 神王大人 可否买老朽一个面子 鬼首宣仪 你出神 你 也要保周青 若是神王大人 愿意放了周先生 就算我欠神王大人一个面子 可无条件 为神王大人出手 一致 约首宣仪 约首一线 如放平时 如放平时 你这面子本王给了 近日不行 周青 屡次三番挑剂本王 如本王放了他 我神王颜面何存 你 请回吧 独屁 鬼首一线 都说 看来 你没有 周青 今天谁来 也救不了你 之前 对清门我们有所欺负 但现在看来 不灭我 就凭你们几个废物 还是那个缩着头 不敢出现的清门龙头 我本想设计逼他出来 没想到 他真的做了缩头乌龟 看来 这传闻 是真的 清门龙头 身不重伤 这实力实不存欲 那 我还有什么好怕 混账 你既然敢如此羞辱龙头 我饶不了你 龙头 其实我觉得 在清门龙头的位置 该换个人做 嘿 清门龙头之位也是你能染指的 你也配 不见棺材不落在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的实力 可以行动了 出去 其实说实话 我蛮欣赏的 不如这样 带本神王坐上清门龙头之后 你来跟我 想要什么条件 你随便 北迷神王 就是跟一条狗 我也不会跟你同流合污 更何况我清门强大 其实你可以 师妹大爷大事不好 大事西方鬼老 你正在大事 进攻我清门 你是一听口味 西方鬼老 怎么可能会进攻我清门 他们这么多人 怎么闯入我大厦境内的 是你搞的鬼 勾结西方鬼老 入侵我华夏地劫 原来你才是那个 是有 周青 成王拜寇 今日之后 海域内外皆称我为真主 谁又能说我是汉徒 谁 又敢说 嗯 北明神王 你真觉得自己算无一落 万无一失 周青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心存幻想 你是在等有什么意外 那 我就让你死个明白 我是北明神王 近况如何 流露大姐情门破灭待机 哈哈哈哈哈哈 周青 听到这个消息 是不是觉得很绝望 好 是不是有一种 生无可恋的感觉 没错 我就是要让你在这种绝望的琢磨中 慢慢的死心 四哥 我們是不是要死 沒事的小學 放心 又我在 熱情 都到了這個時候 還這麼嘴靜不著我逼 也會死 維麟師傅 要不你再問一問 對講機那邊的情形 我 我就讓你死個明白 我是北明神王 清門攻克了嗎 我封大姐 清門破滅在即 我是問你 還有多久 我封大姐 清門破滅在即 我問你還有多久 聽不懂嗎 我封大姐 清門破滅在即 媽的 這都是你做的 你是怎麼做的 我是怎麼做的 北明神王 戲也演夠了 待到收尾的時候了 北明神王 也要見到清門龍頭就是我 今日 你的死期 你是清門龍頭 這怎麼看 把人帶上來 你 告訴我 到底怎麼回事 肩膀展望到底如何 我們的父 必須要告訴你肩膀大姐 孩子 都死了 無心培養了十幾年的情 全都沒了 大事已去 大事已去 你輸了 哈哈哈哈 啊 我沒輸 只要殺了你 請問龍頭一人輸 我依然是消到最後的那個 哈哈哈哈 你給我去死 你的功夫還是我將 就憑你也會跟我鬥上 那個傷害人 把其他跟北明神王有關的人 全部抓起來 還給你 昨日 願罪宣泡 不要 不要啊 饒命 哈哈哈 謝謝 為了引出北明神王的所有手段 我一直延然沒有暴露身發 看你擔心了 沒事 清哥 我理解你 相反 我為我的男人 是當今世上頂天立地的男子 還敢不講 小小 那你願意做我這親吻的龍猛嗎 召開天下 從今日起 蘇小小 便是我親吻龍猛 快見龍猛